停北地检署指挥市刑大 林口分局等并组成了专案小组 扫荡竹联邦保和会为市据点堂口攻坚歹人 具体前会长邵伯杰为首等五人盗案 警方表示最近多起暴力犯罪诈骗案件 包括八月份枪击馆长的刘姓男子 不排除是保和会主导策划 幕后老大前会长邵伯杰是关键人物 简简指出保和会成员设案 包括了内湖建设公司的枪击案 酒店恐吓取材等案件 主要是这些案件内 都有保和会的成员参与其中 而在这一次具体道案当中 查扣到电脑主机账款等证务 将会持续调查 其他传销罪人后来发现 这个集团背后没有运通的好大 然后而且这个方案也持续 有在做一些网顾诈骑 以及介入上司用这个经营权的充分等等 另外世行大陆续带回双北多名 关键大哥级人物 调查保和会是否有涉入馆长枪击案的证据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南桃